林志炫、林志玲、林志玲三人的真正关系终于被曝光了。 真相让所有人都惊讶到下巴快掉下来了。 林志炫、林志玲、林志玲三人的真正关系终于被曝光了。 真相让。sauce.i.163.com 本文图片皆来自此处。 根据dai.163.com 的报道,娱乐圈有三位颜值不老的艺人,他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。 但是三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遭到很多人猜测,三人年龄差不多,很多人都怀疑三人的关系是堂兄弟姐妹。 而这三人真正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? 今天一起见证真相时刻。 林志炫 1966年出生的林志炫即为九唱法发明人,One Click 音乐理念唱导者。 在《我是歌手》出现的时候,也是令很多粉丝不断为他欢呼,像他这种实力唱江,很多人都以为他会得冠军。 当冠军宣布不是他的时候,有多少粉丝感到失落,而他却很平静对待,就像他给人的感觉一样。 林志炫 林志炫是少数能将近30岁出道到现在还很红的女艺人,她出道就夺了肖强台湾第一美女称号。 很多人都认为她之所以红是因为她受前规则。 其实林志炫家庭背景视力丰厚,根本就不需要采用那样的手段。 而且是名原家族出生的她在自身修养方面相当好,还是一个才智惊人的学霸。 有较高智商的她在社交方面也是很体贴人,靠住她的那张能说会到的嘴。 即千须有礼的半吨膝盖,一直在娱乐圈获得好评。 林志炫 林志炫17岁出道,就以灿烂阳光的笑容红遍台港两地,一炮而红。 当年出道就获得旋风小字称号,那时志气满满的她确实就像一阵旋风刮到台湾至内陆,一下子知名度大增,受到很多粉丝追捧。 她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出道以来为工艺事业做出的贡献不计几数。 却从来不会像一些明星一样,到处向外大肆宣传,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敬佩的。 这三位名字林志S的一人,年龄最大相差八岁,其余两人同龄。 这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容颜逆天,都五十到四十二岁了,却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。 而这三人的关系,其实只是名字相似,而没有亲属关系,唯一相同的,那么就是这三个人同样都是一人。 但并不是有些脑补的网友猜测的那样,以为两人是堂兄弟姐妹。 或许几百年前是一家时有亲戚关系不一定,但是现在就不是了。 익 好 回家 出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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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